试试 你好 今天是挑选配音演员 所以才用这种方式面试 好 开始自我介绍吧 老师们好 我是三十四号贝尔多 是一个资深的动脉迷 现在正在准备 日本深优学校的考试 好了 开始吧 从前 在一个大森林里 有一个蓝精灵村落 在这个村落里的蘑菇屋里 住着许多开心的蓝精灵们 他们是一群勇敢互助 团结合作的集体 他们是一群自由自在 聪明伶俐的小精灵 大家好 我是蓝爸爸 我今年五百四十三岁了 这 这整个村里 都由我来管 大家好 我是蓝妹妹 你们看我漂亮吗 我是格格屋 我法力无边 蓝妹妹 是我创造的 你们别上格格屋的当 我早就变成好孩子了 好了 我们要劳动了 劳动才是最光荣的 哼 好了 哼哼 谢谢老师 是啊 就算我配音唱也没事 都是自己人 我跟你说啊 你说那些面试的人可真傻 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高兴的 反正也轮不到他们 几天非常感谢你来帮我们面试 您客气了 个人拙见 却三十四号被耳朵 挺不错的 这个 刚才最后这个姑娘 是我们老总的侄女 老总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既然如此 今天为什么还找我呢 小姨啊 你的生育 给公司的形象 是有好处的 这边可以结束了 这边可以结束了 你们可以离开了 谢谢大家 这边请 这边请 我是三十四号贝尔多 我觉得您是否应该公布一下面试成绩啊 让我们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非常抱歉这位面试者 现在面试已经结束了 我们感谢你能来参与 没有订人 过两天 大家都散了吧 大家都散了吧 这边请 绝对没问题 芮芮 什么芮芮 你可以觉得名字叫芮芮 你可不要惹我 我可不是普通人 你普通话都说不好 当然不用什么普通话 你信不信 我让公司奉杀你啊 你赶紧来封杀我 这种公司请我来我都不会来的 这位小姐 你说什么呢 她就是嫉妒我被选中了 在这儿诬陷我 真是臭人多作怪 臭人多作怪 我说你 声音也挺好听的 长得吧也像个好人 但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耻的事情呢 我做了什么 我们这些人 每天这么努力地学习这些偏硬技巧 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 你们要走后门 我们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你们根本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那为什么要做这种面试的表演呢 小个子 别在这儿无重生有 就因为你们这种关系 就可以这么有恃无恐吗 你叫什么名字 没有事 我是要记住你 以后有你的地方我坚决不去面试 有志气 你叫什么 贝尔多 来啊 封烧我呀 你 回到配音间 在当事者面前向我道歉 恢复我名誉 想你的名誉 主要是 小叶 你怎么来了 有个人有句话想对你们说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 特别不公平 特别不公正的面试官 利用自己与某一个面试者的不正当关系 以权谋私 让其他面试者 珍惜这次机会的面试者 认真准备这次机会的面试者 受到了极大不公平的待遇 浪费了时间 来陪一个用人为亲的人 眼泪出大气 因此 我觉得你是一个 自私自利 特别没有原则 不变是非 虚伪霸道的人 许多个人 我应该是真准备的 我应该是真的 大不公平的待遇 我应该是真准备的 我应该是真准备的 跟一个人 不公平的待遇 我应该是真准备的 你不公平的待遇 我应该是真准备的 我应该是真准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